美國總統奧巴馬承諾要促進美國旅遊業的發展 他是在全美國最著名的旅遊勝地之一 迪士尼世界講這番話 奧巴馬公布了一項目的在於減少旅遊簽證辦理時間的新計劃 對象包括來自中國和巴西的遊客 這兩個國家與日俱增的財富 使用他們到國外旅遊的公民人數急劇增加 奧巴馬的目標是擴展美國的旅遊業和創造就業 這樣就有助於降低失業率 為經濟成長帶來動力 奧巴馬的計劃包括吸引外國遊客 和向他們宣傳美國景點的新措施 奧巴馬承諾將增加公民免旅遊簽證 即可離美國國家的數目